欢迎收看健康2.0 我是江文俊 我是韦如 现在人重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在手抖 一个反射 霸经生肢症 不是这样子 不是手抖就是霸经生肢症 对不对 是如果你很年轻就手抖的话 你要小心你是有其他毛病 是 因为我们认为 八经生肢症都会有手抖的状况 可是有时候很奇怪 我们是在紧张的时候 甚至在演讲的时候 拿那个纸都会跟着抖 紧张跟情绪还有压力 也会让我们有手抖的状况 对 事实上从手抖的类型 比如说你是放着就手抖 还是做动作才会在手抖 还是说围这个字在手抖 其实都可以分辨出不同的疾病 今天就要教你怎么分 而且大家都很希望 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不要一直抖 影响到稳定度 今天会教你一些动作 让你增加手的稳定度 没错 但是一开始 大家讲到手抖 还是会联想到八经生肢症 其实八经生肢症不只是手抖 像是艺人詹雅文 他竟然还会眼球颤抖 对 大家都想手抖 大家可能都看过 偶尔真的紧张的时候 也会有经验 像我之前主持的时候 就因为抖太远重 想说还要用另外一只手 把他抓住 紧张 太紧张 可是眼睛抖就很难想象 对不对 比如说詹雅文 大家知道他在2021年的时候 宣布说他得了八经生肢症 而且那个时候检查 已经发现说 他左脑有些萎缩 但大家都其实都对他 抱以无限的祝福 希望他能够克服这个疾病 但他在治疗过程中 其实一直传出 有一些不一样的病情进度 比如说 事实上他觉得说 没有错 吃药可以让我活得更久 活得更好 可是问题是 他对药的副作用 他个人可能对药很敏感 他说他吃的时候非常不舒服 包括有时候会断片 然后甚至有时候会食不下咽 然后就是整个非常不舒服 他说 这样子真的有让我比较好过吗 所以甚至不想吃药 那期间又一度传出说 他有脑瘤要做手术 后来大家才想 他可能是动脉瘤 因为他其实有放一些支架 可是一一克服之后 之前又传出说 他一度失明 他想说 怎么会 怎么会失明 巴金森会失明吗 后来想说 原来不是 他说他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就是他眼睛突然间 就无法聚焦 你知道 觉得画面一直在抖动 眼睛也在抖就对了 对 眼睛在抖动 然后无法聚焦 你就觉得那个画面 一直在战斗 仿佛你就是失明一般 他当下第一个想法是不是 我脑血管里面有些支架 是不是出问题了 因为通说 是不是支架出问题 脑里面可能有血块 眼睛也看不见 后来医生去检查才说 不是你的脑血管问题 也不是你的支架问题 是你的眼球的颤动 大家才想 什么 巴金森是症 也会眼睛颤动吗 会发生什么事 不只巴金森是症 会眼睛颤动 之前有个女生 最近大家知道 新冠病毒还在流行 这个冬天很可怕 各种病毒都在 我每次路过诊所 到处都是人 那这个患者 他的状况比较特别 他罹患了 这个新冠确诊之后 除了说呼吸道症状之外 呼吸道症状解决 可是他开始发现一件事 他说呢 他那个眼睛 就是他的眼瞼 会不自主的 那个抽筋颤动这样 那最严重的状况是 他说眼瞼抽筋 偶尔我们也会觉得 左眼跳 喜怒哀的 左眼跳 再右眼跳 他说不是 当你眼球颤动 你没有办法 克制你的眼睛的时候 走路会跌倒 因为你的视野 你会看不见 没办法计较 对 很惨 然后去看医生 医生就想帮神经内科 什么都帮他看 结果发现没有办法 因为帮他肌肉做一些 附健或干嘛 可是他的状况 却是每况愈下 最严重的时候 你可以开始 他从一开始是看不到路 到后来 他甚至是包括什么血紧 然后不自主的咬合 然后包括那个讲话 都出问题 到甚至后来 他连退化 就一路整个手下坡 然后医生就怀疑 他可能是一些病毒 造成了后来的 激张力不全 跟神经退化 OK 所以激张力不全 我们频道还很少听到 首先请教一下 刘医师 这个我们常常在讲 巴金森症症 第一个反应就是手抖 手会抖 一般来讲巴金森症症 到底临床上会有哪些 比较特别的表征 比较典型的表征 而且这个跟眼睛的震战 有什么关系 其实巴金森 刚刚各位提到这个 大家会想到就是手抖 但手抖其实我们 刚刚有提到很多 紧张就会 像我现在有点抖 现在就微微要紧张 微微要抖 所以其实除了抖以外 其实蛮重要 我们观察病人 就是动作有没有缓慢 像今天早上有个病人走进来 一走进来我们开眼 这个人大概才五六十岁 就表情非常僵硬 动作非常慢 很迟缓 而且你发现他的手的 那个摆动的姿势 比人家要少 就是说你走的时候 一般我们会这样摆动 但他手不会摆动 像机器人 对对 有点像机器人这样 很僵硬 对 很像 很像 对啊 甚至他会有点驼背 有点像小拖 对 是喔 再来就是小碎步 会连走路都变小小的 那甚至你会发现他讲话 也会越来越小声 很低频 低频 就是这样子 相同讲话很慢 脸部肌肉很僵硬 容易跌倒 我问他 他可能会 譬如说走路一般 我们走路正常 他最近很常跌倒 这样就是我们典型的这个 而且他是静子型的震战 没错 就是他的斗 跟我们一般刚刚说紧张 那个时候不太一样 我们刚刚说紧张 可能你拿着你刚刚演讲的稿 这样子 拿着你放下去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可是那病人很特别 你一讲手举一下没事 他发现你跟他聊天 你开始跟他聊天 他就手就开始 有点像这样 有点像我们有点说 那个时候叫做数钞票的感觉 数钞票 很多钱 抖也没有抖得很快 很多钱 对 很多钱 甚至我们这个抖的速度也有分 像那个巴音声的 那个典型的抖的频率 大概每秒钟才三到五 五次 就大概这样子 所以这种静子型的抖动 尤其是单侧性的 我们会比较怀疑 会不会是这个巴音声是真的 那跟眼球有什么关系 其实眼球这个东西 要讲到眼球 一般我们说这个眼镇 眼球的震战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正常人就会有了 像生理 对 生理型的震战 为什么 譬如说我在等捷运 然后我就看着窗户 一台火车列车进去 行过去 其实我们的眼球就会 跟着这台列车走 但是会很快飘回来 飘回来 飘回来 这样的感觉 这是正常人本来就有的一个现象 所以它是叫做 生理性的眼镇 就是正常的 那什么叫病态型 病理型 就是当一个人 他如果大脑有受伤 尤其是小脑 各位可以看这个图 小脑是 左边的图的下面 对后面那个位置 写小脑 小支 写小脑那个位置 在我们后脑勺这个地方 它是管较我们的平衡感 眼镇 刚刚讲的眼镇 方向感 甚至有平衡感 当这个地方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眼镇就出现了 正常的时候我们有列车经过 我看来列车它才会转 才有这种眼镇 可是这个病人 他是没有静止的时候 没有列车经过 他的眼球却是这样 咚咚咚咚 这样子 比如说你要看得到眼镇 你就会把手指伸出来 你叫他看着 看着 你就会发现他眼球是在 登登登登登 一直在震动 会一直这样晃 对对对 会晃 甚至我们会怎么去去 那为什么巴金森是真的会这样子 巴金森他其实 他那个眼睛的症状 其实的表现非常复杂 有些人是说 他们除了 我们说肢体会僵硬 对对 像那个 一格一格一格那种僵硬的感 所以如果我们搬动他的手 他会有一个一个一个 不滑的感觉 不一定有声音 会感觉到那种感觉 会一格一格那种僵 不流畅 眼睛的动作也是不流畅 所以眼睛会变得比较慢 正常我们有个物体飘过 很快就跟着过去 它会慢慢拍 所以有时候就会产生 这样的一个现象 看起来就像眼症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我们刚提到这个病理性 除了小脑以外 其实更常见是晕眩症 像耳食脱落 内耳神经失调 我们看到病人 其实去看的眼睛 其实就会有这种不正常的一种 OK 所以巴金森的表现 真的很多元 有一次你还说有巴金森 这是会影响到视网膜 还会影响到肠胃 对 一般 对我们来讲 可能我们都觉得说 巴金森症症最重要是 跟我们的动作有关系 那在过去就是很多研究 会希望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早期 就是说 从他某一些 不管是我们的 其他的器官上 已经开始出现变化 或者说我们在检查 某一些器官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有一些 感觉跟平常异常的症状 所以我们来预测 或者说推估说 我们可以提早知道说 这些人是不是有可能 巴金森症症的高风险族群 那在之前有一个 神经学的一个杂志 就是去看眼睛的检查的时候 发现说 这些人的视网膜 我们视网膜 基本上有10层 他在内核层的那个地方 发现会有变化 而且甚至提早到7年前 就可以感觉上在这些人 他很早之前就会出现变化 不过当然他这是一种统计上 就是说他目前还没有定论说 这些人一定会有这样子的表现 意思就是说 代表说 有些人他已经罹患巴金森症症了 可是你也没特别看到 他真的在内核层有怎么样 那只能说 我们用归纳的方式 观察性的研究 发现似乎有这样子的高比例 有些关联性 所以如果当有这样子的关联性 那如果在检查 的确看到这样变化的时候 可能尤其就有 河边有家族史 或者是你的确已经 开始有这些异常 可能就要特别小心 那肠胃道的部分 在过去 我想刘医师之前也有提到过 有些人他在很早之前 就开始出现一些肠胃 尤其是便秘的问题 那甚至有一些大肠肌躁症 那在有一些可能 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 包括一些胃下手 要觉得消化不良 或吞咽上会开始 不是那么协调 这时候可能就要考虑 有没有神经退化的问题 那这种情况之下 在过去的观察性研究 有发现似乎 也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不过当然 对于这种眼睛的变化 肠胃道的变化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放在 能不能提早的预测 可是如果当然真的要下注诊断 可能还是以他的主要的动作 来做最重要的一个诊断方式 像我们肌肉会这样子 不自觉的抽动 中医就认为是我们的肝肾 不足所引起的 在中医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珠峰炫吊 皆属于肝 这个吊就是掉下来的这个吊 但其实我查的字典 这个吊就是摆动的意思 珠峰炫吊皆属于肝 那来自所谓的肝肾依序 肝肾依序在夹带风火痰鱼 所以我们要益胜养肝 在清热化痰消育 那在中医里面当然就是 有一些药物是可以治疗的 如果像我们有一个叫做半天白 半夏天白煮汤 是对于食症的方面 那另外就是说对于虚症方面 那肝肾依序那就是 要用补羊黄五汤 那这个有补还有活血化育的作用 那我有带来一个就是我们的茶饮 这个茶饮叫做菊花绿茶饮 当然有菊花有绿茶 可以 但是还加上一个淮花 淮花 淮花它本身是对于治疗很有效的 不过它对于神经的稳定 还有去除血管的痰育非常有用 那其实非常容易做 就是说把淮花 绿茶菊花各三克 各三克 中间大概就一浅 那大概就是一人份 那我们500cc的水 那把它充气以后 或者放在保温瓶里面 500cc到700cc就这样喝 那喝完再去加热水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预防或改善 我们所谓的这个 战症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要解决战症的茶饮 介绍给大家 不过刚刚另外一个 它是新冠之后 眼瞼就一直浸软 甚至可能脏不开 到最后还甚至可能造成什么 邪警症 还造成神经退化 它被诊断什么肌肉张力不全症 刘医师 这是什么东西 而且万一真的这样子 要怎么处理 其实肌张力不全症 它是一个动作障碍的范畴 我们的神经学里面 有些叫动作障碍 有些人刚刚说 那个抖就是一个动作障碍 不自主的动作 叫做动作障碍 那肌张力不全症 它就是一个比较慢 比较固定的 比如说扭曲 比如脸会这样抽 甚至会斜紧 就是某个动作 每一个动作 局限某个动作 那这个它也有区分为局部型的 按例 它是颜碱的 精卵 它可能会一直扎 甚至会扩散到脸 脸部这样子 旁边的地方 对 旁边的地方 那也有一种是叫做这个截断型的 截断型它就范围就比较广一点 可能是斜紧 这三大范围 脖子这些等等都有可能 那一种全身型 当然就是全身广泛型 那怎么会这样子 其实这个还是要判断 还是要以它的年纪 还有它的那个进展的速度 等等去区分 因为有些如果很年轻的 非常小的小孩子也会有 它可能是遗传基因的 非常罕见 当然也不用太担心 那比较刚刚提到这种 我猜测或许是跟脑部的感染相关 就是新冠伤到它的脑 对 或许是这样子 那当然也有一些事 比如说中毒 液氧化碳中毒 脑部这些缺氧等等的 会造成的 那治疗上其实一般来说 大概想到就是让它放松 就打肉毒 打肉毒 所以比如说一些肌肉放松的药物 那如果没效果它就在局部 像如果眼睛在扎 眼皮在扎 那就打在那个地方 血颈就打在颈部这个地方 所以这毕竟是一个 比较少见的疾病 大部分还是一些后天的原因 引起的 不过我们还是很care 就是手抖 因为手抖大概一个联想 还是巴金森之症 但是其实手抖后面的原因 非常非常多 广告之后就告诉你 要怎样来鉴别诊断 Hello 大家好 我是江峰医师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就可以随时接收到 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 另外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 对你的健康有帮忙的话 请帮我们按一下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的按钮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及肯定 谢谢大家